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戏生活两不悟 猴哥吐槽有深度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英雄联盟主播孙悟空 蓝丽汉 欢迎来到猴哥观察室 这是一档不知道和英雄联盟有没有关系的节目 之前粉丝弹幕你们能不能看到我穿黑丝 出来了吗 满足你们 今天是英雄联盟主播猴妹蓝丽汉 为大家带来新的恶趣味新闻 让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有意思的新闻 15岁少年18次进酒吧 豪质28万 好家伙 我15岁那年零花钱都不超过28块 美国一男子无故袭击华裔老人 反被对方打伤入院 到至今为止 很多老外都以为中国人隐隐都会拆你这功夫 是有原因的 韩国黑客入侵LCK战队DK官方推特 还点赞了裸男人视频内容 俱乐部全体人员表示震惊 我也震惊了 男童竟在我身边 美国航天局NASA开放2026年火星传票申请 我觉得我现在就得去看一看这个传票能不能预定了 到时候我到火星上面给大家播英雄联盟打游戏 不知道火星上面WiFi行不行 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啊 正义联盟导演剪辑版上线 有没有看过的 觉得好看的扣1不好看的扣2 4个多小时的片子要是扣2的多我就不看了 英雄联盟服兴计划开启 每月体验最新皮肤 我的包月又多了一个项目 拳头官宣英雄联盟版魔兽 由魔兽元老设计师鬼屑担任主创 兄弟们 副本诺克萨斯开主了 来六神的DPS 来妈不要 来的密4等1 英雄联盟官方节目别闹了英雄联盟 表示将着重解决客户端崩溃问题 极客师爱好者狂喜 来 来了 摄影 欢迎这个于晓深来我们猴哥观察室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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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为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于晓C 很荣幸来到我们猴哥观察室 跟猴哥也是老朋友了 我相信大家的话应该懂得都懂 我跟C也确实 阿玛一直点上之间了 那我有个小问题要问问你 你觉得我曾经跟我现在有什么差别没有 我其实觉得每天在你这部间瞅那一眼的话 就你那张脸我觉得挺迷人的 毕竟还是一如既往的帅 我也看你好像最近挺帅的 越来越风趣幽默了 快赶上我了 快赶上我了已经 问问你最近直播状态咋样 你直播状态是吧 我最近直播状态挺好的 我经常看你直播 感觉你状态确实不错 然后 大虫子弯的不错 嗓门比较高 嗓门比以前大了好想 你怎么死了什么情况 那猴哥竟然都看到我大虫子 不然我直播又翻过卡了 好久没来我直播又翻过卡了 我们下一个话题 你平时不直播你都干啥呢 平时不直播 我平时不直播的时候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 反正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应该就是除了直播休息 私下玩点游戏 那就是直播休息 私下玩游戏的 反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 我其实跟你差不多吧 平时我就是一样 直播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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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现在想发微博 我都没东西发 因为实在是每天都一样 我都不知道发点啥 同感 我也是 我看总有弹幕刷你混着 说我是混着 我觉得咱们两个差不了多少吧 毕竟都是玩上单的 这种上单出混子 这不是吗 但其实我直播间刷的最多的 还是666 一般我刷音比较多的时候 凯瑞的时候 对 我直播间那些弹幕就66666 你可以来直播间瞅一眼 说明你也可以给我来办张卡 所以就 就是我到时候过来看 我还得办张卡是吧 到时候看看吧 我到时候看 没问题 都认识那么久了 办什么卡 没必要 办卡显得太客气了 太俗了 是不是 确实 最近比赛你开不开 比赛最近的话肯定是有看的呀 肯定有关注的 最近 LPL春季赛到几乎赛了 你觉得哪个队伍他能赢 如果让我来分析的话 我觉得 虽然我比赛看的不是很多吧 但是的话 就LPL就是包括就是他的那种战机 或者文字 包括某些图片 我肯定会关注的 现在的话就是给我感觉就是RNG 还是磨合的非常好的 也是让我眼前一样特别是 小虎对吧 虎地的话 从一个中单转到上路位置 这一个都还是非常不容易 毕竟中路的节奏跟上路的节奏 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线 中路线短 上路线长 防抓 以及TP的利用 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的话我觉得 小虎在转上路之后还能打得这么好 以及跟队伍的磨合这么好的话 我觉得RNG还是很有机会的 打得相当相当出品啊 主要是小虎毕竟 刚转三的一个赛季 看不出来有猫腻 有猫腻 对 都到中了 是 全是细节 是 小薇在旁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两座萌牙塔的岛地 我们要恭喜FUNPLUS PHOENIX 3比0战胜RNG 那你选手你喜欢哪个 有没有喜欢的 选手是吧 刚刚也是说了RNG吧 那肯定 肯定有 就包括猴哥肯定觉得 我肯定喜欢的是小虎 错了 小伙子是其中之一 但是我最喜欢的 以及最支持的还是369吧 毕竟 369这名选手 在私下有见过面 感觉两个人聊天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小伙子 对吧 以我现在这个年龄 称他为小伙子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的话 还是非常努力的一个小伙子的 而且他上单就是 他这个观众眼中 他这个排名还是低的 就很多观众会觉得 他现在这上单还是比较弱 但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 包括各方面东西 所以我还是支持369的 369加油 我支持你 我站在你这边 没别的 就是单纯支持你 你觉得这个版本是怎么样 我 这个版本是吧 就 我觉得现在这个新版本 特别新赛季 我觉得版本的话百花提放吧 什么上单英雄都有 主要还是归功于传说装备的改版 就比如我自己的话 比如诺手 因为传说装备有个挺进破坏者 就是装备的话 就让诺手拥有了位移 所以在逃生或者是 抓人方面 或者是说就是开团方面 都会变得非常强的 但是这样子的诺手 确实玩起来挺爽 但他有一个缺陷是什么 就是被砍了一刀 没别的 因为挺进气额度太高了 而且这版本就是 现在的版本就是 什么神话装备的气额度高 你这个英雄就能出得来 所以现在上单 其实出了很多英雄 就包括以前像什么 像什么那个 像什么T莫啦 对不对 大方名家啦 这种英雄 都要反应件少了 但是一种就非常贵的 英雄反应件多了 说说我的理解 好吧 我就单从猴说吧 猴现在这个英雄 其实不是那么特别厉害 谁也说了 什么英雄跟 什么神话装备比较契合 他就会比较的强 但猴现在 学位比较尴尬 因为三项攻击力比较低 然后整体的伤害 不是那么特别高 但下个版本应该没啥问题 下个版本三项马上加强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上一波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是可以的 一熙还记得 曾经我们在韩服的时候 还记得吗 那次 那时候在韩服 一个人上分比较累的时候 我们两个双排 对不对 还上了一波小分 但后面实在没办法 为什么 为什么没办法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 为什么没办法 就后面为什么没办法 是因为什么 就是我中单实在打不过对手了 没办法 我们两个毕竟都是上轮玩家 但那个时候 还是稍微爆了一下 我们猴哥的腿上了一波分 这我还是清楚记得 没有没有 我们其实都是互相抱的 猴哥 我只是单纯舔了你一下 你知道吗 就看你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你知道吗 我看你最近直播 好像大冲者玩挺多 那必须 其实大冲者这英雄 挺好玩的 而且特别是 就是我为什么会玩这个英雄 是因为在某一次 你也知道LPL 对不对 有一次中猛的话 出了一个跟防御塔 一样大的大冲者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英雄有搞头了 所以我立马就排位赛 直接拿出来玩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除了第一把 前三把战绩插转 后面连续让我赢了七把还是八把 很恐怖 所以我觉得这英雄是真强 其实我觉得不是英雄强 属于你的游戏天赋 他主要还是契合度 是不是 像这种英雄 不是我余小镇 我相信猴哥他也是牛逼的 其实大冲者我知道猴哥也玩 而且我玩大冲者 基本上是玩纯漏的大冲者 就纯漏大冲者 我是有一手的 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猴哥 有没有其他流派 大冲者无非就两个流派嘛 难不成你还出AD的嘛 现在AD的应该不行 我比较喜欢玩AP的 AP的又有虚区 又能远程扑克 又有爆发 还特别的大 我就喜欢特别大的英雄 我觉得AP大冲者 比右上大冲者 稍微厉害那么一点 你觉得呢 我其实给我感觉吧 我觉得漏装大冲者 可能会更好 因为容错率比较高 对吧 出个漏 团战的话 稍微放放技能 混一混就行了 而且的话 前排你随便拿 我就做一个上战 最喜欢做的不就是这个 反正上路 吸收伤害 开团 他不就做这些东西吗 所以漏装大冲者 更加舒服 我觉得看个人理解吧 对吧 到时候其实我觉得 咱可以看看 右上大冲者比较厉害 还是 这个AP大冲者比较厉害 我们俩可以 这个 沙拉一下 沙拉一下 切脱一下 你觉得呢 那就是我们可以 拜托一下了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那这样子的话 我不知道 AP大冲者跟肉装大冲者是怎么样 对吧 但是猴哥 我觉得 我的肉装大冲者 我打不过你的AP大冲者 没别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谦虚 懂了吧 来我的猴哥观察室 谦虚了 来我的猴哥观察室 谦虚了 不用不用 不用谦虚 时间差不多了 这个最后问你个问题吧 你看我这个 直播间女装也挺多回来了 有没有哪一次 让你印象 印象比较深的 这个能冲的 我记得猴哥的 猴哥的话 女装其实挺多次的 你哪一次印象 蓝童静在我身边 毕竟从头到尾 应该是说你从头到尾 对吧 都在吸引着我 非常beautiful 那我们 我觉得我们改天可以 鸡个剑了 你跟阿亮鸡个剑 我也可以试试你的剑法 可以 让瑞丽的剑 瑞丽的眼 瑞丽的眼 那再次感谢一下C黄 来我们猴哥观察室做客 然后C 在我们猴哥观察室 有一个告别仪式 我得给你整一步 你准备好了吗 告别仪式 我准备好了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 来 给深黄一个拨拨 哎呀 可算换回来了 哎呀 最后要我们来看一下粉身们 都给我们提了一些 什么样奇奇怪怪的问题 猴哥猴哥 是你比较能混 还是与小C比较能混 为什么要问这种 影响我们友谊的问题 我们上单双雄 谁也不混 猴哥猴哥 这次冀中邀请赛 要是LPL夺冠了 可有福利吗 那必须得有 兄弟们 LPL夺冠了 我们必须庆祝一下 关注我们直播间 斗鱼475252 到时候给大家来场大秀 猴哥能多播点恐怖游戏吗 之前播的紫银2非常喜欢 其实只要游戏难度高 每一个我都能给你播成恐怖游戏 猴哥 如果选人的时候 队友见胜打野 中单雅索 辅助来骂 ADCVN 我上单选狗头 能不能把我的鼠标放上 为什么要放上鼠标 这战友好像没什么毛病 猴哥猴哥 我是个今年要毕业的大学生 看你直播很久了 有没有啥给我踏入社会的建议 你猴哥经历还是可以的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天上不会掉馅饼 如果一件事你觉得它写断了 那你就要小心了 你很有可能是被骗了 猴哥你好 我也是个猴子玩家 猴子玩家 猴子还会打字呢 我想问问买哪个猴子皮肤最好 猴子皮肤破空枪棋嘛 因为这个皮肤拿着棍子又尖又细 打击感不错 猴哥你好 我特别喜欢你的直播 想问问中单有什么推荐英雄吗 我想想啊 我是上单玩家 你问我中单英雄 有了 中单猴 你问一个上单主播 推荐你玩中单英雄 那就只能是猴了 不管游戏赢不赢 猴哥吐槽不会停 这集就到这里了 兄弟们 给大家一个播播 哎呀 我一看见他脸我就想笑 开始吧 白说了啊 再来一遍 哎 白白白白白白 哎呀我的天 导演 屏幕黑了 屏幕黑了 我的 我的那个 哎 笔记本屏幕